警方称 周五凌晨 肯尼亚中部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发生火灾 17名男生丧生 公民电视台称 火灾烧得受害者面目全非 社区成员菲利普·加索哥 曾试图挽救一名儿童 但后来得知该儿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肯尼亚内政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许多儿童失踪 并要求可能收留这些儿童的社区将他们送回学校 火灾发生在尼亚里的Hillside Endorsa学院 这是一所小学寄宿学校 距离首都内罗毕约150公里 据教育部称该校共有824名学生 副总统李嘉蒂·加茶瓜视察了这所学校 他说仍有70名学生下落不明 不过他补充说 有些学生可能在晚上被父母带回家了 火灾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校长威廉·鲁波表示 他已要求当局调查这起所谓的可怕事件 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当局已封锁学校 犯罪现场调查人员已被派往事故现场 肯尼亚有校园火灾的历史 其中许多火灾都是人为纵火 在外面的握法里面封锁学校 这些人员已被找到 在外面的热门里面封锁学校 这些人员已被捐到 在外面卖上连专门里面封锁学校 道路上连专门里面封锁学校 他已经是顾后连专门里面封锁学校 教育部长的热门里面封锁学校